一名白人女性穿着精致的碎花裙 正直高气昂地站在自家洗手间里 不厌其烦地给家里的厕所打上标记 而她之所以这么做 竟然是为了防止自己不在家时 黑人女佣米妮偷偷使用主人的洗手间 在这位生性刻薄的白人小姐西里看来 自己的生活所势虽然全部由黑人女佣打电 但黑人在她眼中却是不洁地象征 甚至就连她们上厕所时 也会散播不一样的致命细菌 让家人尤其是孩子患病 为此西里想出了一个自以为绝妙的主意 她在远离主屋的花园后面 建了一个简易厕所 专门给女佣米妮使用 西里甚至还给州长写信 倡导黑人使用单独洗手间 而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密西西比州 这样的行径无疑助长了种族主义者的嚣张气焰 种族对立越来越严重 白人会乘坐专为白人使用的出租车 使用与黑人学校不同的教科书 甚至拒绝购买黑人售卖的商品 对于黑人来说 米西西比州就像一座人间孽狱 他们的生活没有保证 更得不到一丝丝尊重 不过 米妮也不是吃醋的 对于这样的其实行为 她的选择是绝不逆来顺受 甚至 自己每天上班前 偷偷带好侧纸 只要那集 就在主人的洗手间上自作 做到神不知 鬼不觉 将而 这份文妙的平衡 还是在一个暴雨之夜 被彻底打破了 那夜 西里不顾外面电闪雷鸣 也不顾母亲的劝告 坚持让米妮 徒步穿越暴雨 去花园后面上厕所 米妮假装气场 实则悄悄去了洗手间 偷偷使用了 主人的马桶 不亮 西里追了过来 听到了她上厕所的声音 当即大喊大叫起来 就这样 米妮仅仅因为 使用了一次主人的厕所 就失去了赖以为生的工作 平日里 她拼命工作 只是为了帮丈夫还站 养活几个孩子 如今工作没了 丈夫对她的家报 也开始变本加厉 还逼迫两人的大女儿辍学 也出去做女佣 不贴家用 小心眼的西里 却在小镇的主妇圈里 大肆散播 米妮偷窃东西的传闻 害得米妮再也找不到工作 日子远发艰难 另一边 米妮还有艾比的日子 也并不好过 她照料着 另一户白人女性家里的 一个小女孩 而那家的女主人 听从了西里的倡导 在主屋外面 建了一个简易厕所 供艾比使用 因为如果她再允许 艾比和主人共用厕所 那么来家里参加聚会的 太太小姐们 就会宁愿一直憋着 也不靠近马桶一步 而艾比则只能每次 都在闷热难耐的 洗手间里上厕所 可笑的是 女主人表面上 如此积极迎合犀利的倡导 背地里 去连女儿的尿布 都不帮忙换 艾比下班后 小女孩只能一直 裹着一块尿布 混合着大小便 睡一夜 直到早上 艾比来了 才能洗澡换衣服 眼看镇上的白人们 对黑人女佣的压迫 日益严重 一直长不到工作的米妮 咬咬牙 再次敲响了前雇主 希莉的门 门开了 看见仅仅因为 使用了主人的厕所 就被自己赶出家门的 黑人女佣米妮 希莉内心 依旧充满了蔑视 米妮低声下气地 问候着希莉 还带来了一块 自己最拿手的蛋糕 请希莉品尝 希莉一件蛋糕 就两眼放光 拿起茶子便吃了起来 一边吃 还一边趾高气昂地 对米妮说 如果想回来工作 就得同意 削减工钱 希莉的母亲 看得吃得那么起劲 别言想要一块蛋糕尝尝 米妮却说 希莉不以为然 勒令米妮 去厨房拿盘子 给妈妈也切一块 米妮却面带微笑 告诉她 原来 希莉吃的蛋糕里 除了平时用的食材 还加了一种特殊的东西 米妮的排泄物 一听到 自己平时连间接接触 都觉得作偶的东西 竟然被吃了下去 希莉当即 如梗在后 恨不得把吃的两大块蛋糕 全吐出来 而她的母亲 一直看不惯 女儿对黑人 女佣的恶劣态度 此时更是笑得 直不起腰 还提醒米妮 快些逃走 为此 希莉把母亲 丢进了养老院 再也没去看望过一次 望完仇 米妮断绝神情气爽 而与此同时 镇上也出现了一张久违的新面孔 刚刚大学毕业的尤吉尼亚 她正在镇上的一家报社 为家政专栏撰稿 平日里便和各家的黑人女佣们 接触了许多 也从他们那里学到了不少家政妙招 但更令尤吉尼亚感兴趣的 不是家政 而是这群黑人女佣们的生存状况 逼时她迫切渴望遮免自己的才华 诸之纽约的一家大出版社 但实现这一切的前提 是写出有意义的作品 尤吉尼亚放眼这个自己诞生的小镇 决定将这群黑人女佣的故事写出来 告诉世人真正的密西西比州 是什么样的 第一个同意向她倾诉生平故事的人 便是艾比 她向尤吉尼亚讲述了 自己在故主家赃欲的不公待遇 以及对所丈量小女孩的同情 如今女主人又怀孕了 却依然不懂地照顾孩子 如果没有艾比 两个孩子的日子该更难熬了 说来悲伤 艾比从年少时起 已经帮助白人家庭 亲手带大了17个孩子 可她自己的儿子却常常无人照料 长大后 被一名白人开的卡车碾碎了肺 年终前被扔在黑人医院门口 医生们回天乏术 艾比只能将孩子带回家 眼睁睁看着她死去 从一出生起 艾比便已明了自己的命运 因为她的母亲也是黑人女佣 外婆则是黑人家奴 在密西西比州的天空下 她们呼吸着浑浊的空气 看不见任何出路 可现实 果真只能如此吗 这个女孩也太猛了吧 和帅小伙约会 放置家里的卡迪拉克不开 开上卡车就出发了 而且卡车后面 还连着拖拉机 开起来场面 那叫一个壮观 和相亲对象见了面 果然是话不投机半句多 没聊几句就把双方气个半死 不过两人也算是不打不相识 慢慢地熟络了起来 这个好放的姑娘 就是尤吉尼亚 而在思想相对保守的 密西西比州 她第一个拿起笔 写下了黑奴女佣 艾比的悲惨经历 而且还故意捉弄自己 支持种族歧视的朋友西蒂 在报上刊登西蒂的提议书时 把将旧衣服送到门前 故意写成了 将旧马桶送到门前 导致西蒂家门口 被堆满了二手马桶 惹得人们笑成了一团 很快 艾比的好友米尼 也加入了进来 向尤吉尼亚 讲述了她的故事 可要写好一本书 却不能只靠两个故事 还需要更多的真实案例 才能打动人 只是当时 恰逢密西西比州 种族对地严峻时期 一名亨人 甚至在踏进家门的一刻 被白人射伤 而艾比和米尼的好友 梅的双胞胎儿子 都以优异的成绩 靠近了高等学妇 夫妻俩 却只能拿出一个人的学费 周围的朋友 也大多穷苦甚至负债 根本借不出多余的 75美元 支付另一个孩子的学费 无奈之下 梅小心翼翼地 向雇主西蒂小姐开口 请求预支一点工资 为孩子们支付学费 没想到 西蒂的丈夫 竟扭头就走 西蒂也故意转移话题 让梅自己想办法 无奈之下 梅刚好在打扫卫生时 从沙发后面 看到一个戒指 便停而走险 想点荡了换钱 没想到 被西蒂抓个正着 警察直换时 粗暴蛮鹤 甚至用警棍 敲打没点喉 种族歧视主义者的 种种行径 终于惹怒了黑人群体 越来越多的黑人女佣们 找到尤吉尼亚 从一开始的微微缩缩 到主动要求 诉说自己的故事 在他们的讲述中 尤吉尼亚了解到 他们与雇主们 更为真实的关系 比如 有位老女佣 推脚不便 总是抄近步 去雇主家工作 导致路旁田地的 龙城主总是端着枪 准备随时射杀她 雇主便买下了 那条路附近的两目的 只为她上下班路上 方便安全线 然而 另一名女佣 就没这么幸运了 老雇主去世后 在遗嘱中 像交服务品一样 将她留给了 自己刻骨的女儿 致使她的生活 十分艰难 也没有其他人 愿意招募她 前去工作 因为在所有人眼中 她早已成了 老雇主家族的 附属物品 尤吉尼亚 将他们的故事 都写了下来 并加上了最后一章 自己家的老黑雍 康斯坦丁的故事 康斯坦丁 为她的家族 服务了一生 并亲手带大了 尤吉尼亚 直到眼花耳聋 还在坚持工作 然而就在 尤吉尼亚的母亲 被授予荣誉勋章那天 康斯坦丁 因为年老体衰 上菜时颤着微微 刚巧赶上 她的女儿回来探望 大咧咧地 便走了前门 引得前来赴宴的 贵妇人们 机位不满 迫于压力 母亲只得当场 借故了康斯坦丁 可没过多久 等她派人去接她回来时 才得知 康斯坦丁 已经去世了 尤吉尼亚带着悲伤 将这所有故事 整理成一本书 一直黑人女佣们 是雇主家中的得力助手 也遇着 他们和尤吉尼亚 之间的互帮互助 这本书得到了 纽约出版社的青睐 已经面试 便大受推崇 就连镇上的人们 也几乎人受一本 不过 他们并不担心 会有人认出 故事里的人物是谁 因为为了保险 尤吉尼亚在米尼的建议下 将希丽吃了 用大便做的蛋糕那段 也加了进去 而当希丽读到这一段时 她脑袋都要气炸了 有了这段作为保险 希丽不管咬牙切齿 也只能不断地告诉大家 书里写的 绝不是发生在 这个小镇的故事 那么黑人女佣们 变安全了 众人感动于 艾比和米尼的付出 在礼拜时 将签满名字的书 送给了他们 米尼找到了新的雇主 是一个 不与希丽同流合污的 单纯妇人 而尤吉尼亚 也将启程前往纽约 寻找更为广阔的人生 不过 希丽并没有善罢甘休 她先是找到 尤吉尼亚家里 寻寄生事 被尤吉尼亚的母亲赶走后 又跑去艾比的雇主家里 企图依偷窃银器的 莫须有之罪 将艾比送进监狱 艾比就这样 被主人赶出了家门 临行前 她勿舍的最后一次 拥抱了赵廖的小女孩 顶住女主人 照顾好孩子们 而后 头也不回地走了出去 艾比的儿子 生前曾说 他们家里会出一个作家 艾比却没想到 这个人会是自己 既然爱自己的敌人 是一件如此困难的事 那么 不如提起比 从诉说事实开始 面对不公 没有勇敢的人 才能够摒弃内心的借诺 为了正确的事情 勇敢向前 牵起手 一起向前走吧 前方一定会更温暖